为大家来讲一经 有关于我们一般人不知边际 不知什么边际呢 我们来看就知道了 有一次佛陀住在社会国的 齐树几孤独园 这个时候世尊告诉朱比丘说 有五寿阴 就是五蕴 五寿阴哪五格呢 就是色寿阴 寿阴 享寿阴 行寿阴 事寿阴 简称叫五蕴 大家只要记色寿想行事就好了 愚痴的人不如实之 色疾 色灭 色谓 色患 色离 我再讲一次 不如实之色法本身 以及其他五转 五转是什么 即灭未幻离 叫五转 即灭未幻离 就称为五转 所以加起来就六个 首先是不如实之色法本身 以及其他五转就是 色疾 色灭 色谓 色患 色离 所以这边他说我们一般人由于不如实之这六件事情 由于不如实之这六件事情 我们就会对于固执的现象对于色法爱乐 爱乐的结果就容易赞叹色法 就容易被这个色法绑住 就容易被这个色法绑住 那被绑住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色法的根本在哪里 我们就会不知道色法的边际 它的边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晓得 如果我们知道边际在哪里 我们知道根本在哪里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知道根本的话 零根拔头 斩草除根 那就没事了 知道边际在哪里的话 我们只要往那个边际走 出了那个边际 过了国界 我们到另一国去了 我们看我们如果知道海的边际 我们赶快游到海边 就可以上岸了 就出了苦海了 不是吗 所以知道边际 可以出了这个边际 知道根本 可以零根拔头 但是啊 如果我们不知根本 不知边际 我们什么都不是啊 我们什么都无法做啊 对吧 所以啊 这边佛陀才会告诉我们 对五运 一开始要对色法的 极命会幻 以及色法本身 我们要正知道 要知道它 如果不知道的话 完全求出无期啊 完全求出无期 所以很重要是要知道边际 你知道边际才可以处理 不知道边际的话 永远被困在这个迷宫中 你被困在迷宫中啊 不知道怎么出去 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叫做 愚痴无闻反复 我们就是愚痴无闻反复 不晓得根本 不晓得边际 不晓得怎么出去 那正是因为这样子啊 我们一般人怎么样啊 被绑住了 被绑住之后呢 就被绑来这边出生 我们的出生啊 不是很自由自在而已耶 我们是被决定的 我们是受决定的来出生的 不是每个人想去哪边出生就去哪里啊 所以今天我们出生是被绑来的 被什么绑来的 有的人说是黑白无常 有的人说是严多亡生死不 有的人说是其他鬼神 事实上以佛法来说 是你的业将你绑来的 是这样子哦 所以由于啊 我们不晓得怎么出离这些设法嘛 所以被绑来 绑来之后 过了一辈子之后 又被绑着去死了 又死掉了 所以啊 在生生死死之中啊 我们从这一次到下一次 又从下一次到下下一次啊 一直被绑下去啊 一直一直是在生死轮回中啊 所以很可怜的 当我们一直被绑来绑去 在生死海之中被绑来绑去的时候啊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随魔自在 魔王波形彻底的大自在啊 他要你在欲界中在 欲望之中生死轮回 我们就在欲望之中生死轮回 你看魔王是不是得大自在啊 他非常得意啊 今天大家记住 如果你在欲望成中 生死轮回浮浮沉沉的话 这就是得魔王波形的喜爱 他就啊 非常高兴 因为他得逞的 他是算得逞的 那如果说 今天你懂得处理 懂得怎么来处理这个轮回城 处理这个烦恼 哇 魔王就急着跳脚了 因为你就要处理了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像我们不晓得怎么处理的 就叫做随魔自在 入魔王中 在魔的整个天罗地网中 五欲的境界 就是魔所变化出来的天罗地网 只要你不脱五欲啊 你就在他的天罗地网中 而且啊 会随着魔所变化 随着魔所把 魔要你被他感化 有时候魔会变成一头牛 一个年轻人 一个老年人 一个可怜人 他透过种种方式啊 来感化你 使你陷入五欲中 那往往啊 我们会被诱惑成功 往往我们会被诱惑成功 好 那当我们被魔绑住之后 就会唯魔所牵 啊就被牵着鼻子走了 大家看过一头牛吧 牛之所以听农夫指使啊 一方面是农夫拿着鞭 鞭打着他 二方面是农夫啊 用这个什么 把他鼻子啊牵住 勾住了 拖着他走 不走的话痛啊 所以你看 唯魔所牵 我们今天啊 虽然不是牛 可是啊 我们喜欢欲望 照样是被魔牵着鼻子走 被他牵走了 所以啊 设法是这样的道理 受想行事 也是这个道理 只要你对于五蕴本身 以及五蕴的极灭未患理 没有了解的话 就是这样子 完全啊 被魔王所控制 好 那相反来说的话 一个多文圣弟子 他听过很多佛法之后 懂得怎么修学佛法 懂得怎么思维佛法了 那么这样子的弟子啊 他就知道五蕴本身 以及五蕴的极灭未患理 当他知道之后呢 哎呀 他不会贪爱受想行事 他不会贪爱在这里头 那他不贪爱的缘故呢 他不会去赞叹他 不赞叹缘故呢 他也不会被他绑住了 既然不会被绑住 请问 他能不能跳出来 客观地观察 这么这一切的东西呢 他当然看得清清楚楚 秘密白白啊 他可以看见 哦 这一棵树长得这么大 他的枝叶如此的茂盛茂密 原来他是有根的 他的根啊 就在这一点上 三度空间 他在这一点上 我看到了 所以一个农服啊 一个原作原意的 如果要移植这一作 这棵树的话 他懂得根在哪里 连根挖起 甚至啊 将根周围大部分的泥土啊 都让他湿湿的 浇水浇的湿湿的 整个捆绑起来 整棵树运走 再种到其他地方去 他马上活 因为他知道根本在哪里 相反的 如果不让这棵树火 斩掉根 哎呀 这棵树就没办法活了 草也是这样啊 你要让草啊 斩草除根的话 就是把他根 连根拔起 通常道理 今天啊 如果我们啊 不再被射受想形式所绑 相反的 我们非常客观的看待 看待这个射受想形式 那我们就知道 射受想形式的根本在哪里 你知道根本的话 你就可以把根本挖起 彻底断除执着 甚至呢 你可以知道 他的边 苦海的边在哪里 苦海是有边际的 我们只要迷在迷宫中 我们不晓得边际在哪里 比如说你在太平洋中 你在巴士海峡中 你没有一些卫星导航 或者是一些定位移的话 你可能啊 永远飘在茫茫大海中 你不知方向啊 你永远飘下去好了 永远飘下去一辈子好了 直到淡尽圆绝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知道 苦海的边际 哎呀 海的边际在那一方 赶快向前游 游上岸去 我们就不会在苦海中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啊 慢慢这样子爬上岸来 就不会啊 一直被绑在这里头了 那这样子的话 哎呀大家可知啊 我们就不会在生死轮回中 一直在生死轮回来 那再来很重要就是说 不会在五欲禁忌之中啊 被魔王所牵引 所绑住 随着他自在 我们不随魔自在了 我们随着自己自在 自己当自己的主人 我们禅宫讲 当自己的主人 请问多少人当自己的主人 有多少人不当欲望啊 对不起 有多少人不受欲望所左右 当你不被欲望所左右的时候 你才可以说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如果我们的思想 受外在所影响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情绪受欲望所影响 我们怎么能够说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呢 没资格 我们没有资格讲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不再被魔王所绑 不再被五欲禁忌所绑 那么我们就真正解脱 这是佛所说的 那诸弟子听了非常欢喜 奉行佛所说的法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一样知道射受想行事 知道五欲的边际 知道五欲的根本 然后不再被这五欲所绑 为什么 你自己想想看啊 我们今天贪爱的任何事物 是不是因为这个五欲呢 我想要快乐的感受 那是受孕嘛 我希望有一些不错的想法 那是响孕嘛 所以你看你再怎么样都脱离不了射受想行事的啦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射受想行事的根本 来慢慢的将它导正 慢慢将不好的拔除 那么我们就渐渐获得解脱 不再被欲望所绑住了 是这个样子哦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思念处 有关法念处之中啊 五欲 五欲的第一个是贪欲欲 那断除贪欲欲的方法 有六种 我们底下就要讲这六种断除贪欲欲的方法 好 那贪欲升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各位 贪欲盖升起的时候啊 如果是按照禅修的禅定方法 是怎么修法 你要马上放弃这个贪欲盖 回到呼吸来关呼吸 这是禅定的方法 可是在这边法念处的修法不是这样子 法念处的修法是什么呢 让贪欲盖成为禅修的对象 再讲一次 让贪欲盖直接成为禅修的对象 换句话说 贪欲盖不仅不需要灭除 把它当作修行的手段 让它呈现于你面前 你要直接看着贪欲 贪欲升起 你就看着它 面对它 不逃避它 是这样 你不要成为快闪一族哦 贪欲升起 哎呦我赶快跑开 我不要贪欲 你不要变快闪一族 你要怎么样 看着它 你要看着它 好 安住在这个贪欲的对象上 你只要注意它 那么它会慢慢消失 注意注意注意 注意这些贪欲 任何贪欲升起 注意注意它 那么它就会消失 好 下面有六种方式来断除贪欲 他们可以在禅修者 在修观禅 初定的时候完成 就是说禅修者 他用这六种方法来修观禅之后 他可以在初定的时候 完成这个 完成这个灭除贪欲 第一个方式 禅修者可以采观身不禁的方法 具体的观察一具尸体 或者是观察自己的三十二身份 所以在僧念处里头 大家还记得吧 僧念处里头 有两种不禁观的修法 第一种不禁观叫三十二身份 三十二身份 大部分是检查自己的身体 三十二个部位 当然你可以说 我去观察他人的三十二身份 这个也可以 一个是观内身 一个观外身 最后观内外身 所以观内身的三十二身份 是指观察自己的身体 观察外身的三十二身份 是指观察他人的身体 而观察内外身的三十二身份 是指于自己的身体 跟他人的身体之间 跳躍自在 观察不禁观 这是修不禁观的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不禁观的方法 在僧念处里头也曾经讲过 这个叫什么 叫木圆九观 木圆九观 木圆九观是什么 就是具体的到 蒙阿波 到木圆 去观察一具尸体 当然我说过了 现在已经越来越来观察到尸体了 为什么 基本上都是灵骨塔 甚至现在主张用树杂 那就很少有这个尸体可以观察了 所以 至少还有一些动物 有人会看到一些动物死亡在蒙阿波 或者是有人拿去蒙阿波乱丢的 还有看到一些 所以如果你想观察的话 蒙阿波或许还是一个机会 否则以后是会越来越难的 所以想要修不静观的 请早 很多人是什么 好东西 你要吃好东西 请早 现在是告诉你 你要修不静观请早 否则以后没得修了 真的以后没得修了 除非你当医生 当护士 你在解剖学 在读这个 在实验室 真的看那个动物的尸体 你才有机会看 否则 你在现实生活中 是很难看到的 是很难看到的 所以第一个 断除贪欲 最直接 最简便 最直接的要当的 修不静观 各位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有贪欲的时候 只要他生起不静观了 那个贪欲马上就消失 当他想贪吃的时候 只要他生起不静观了 那个想贪吃的 想贪吃美食的欲望 就消失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贪求美食 贪求某个东西 都是把这个世间 当成美好的一面在看待 所以我们才会去贪求 如果你修不静观 把整个世界的人 通通看成是骷髅 骷髅头 请问 你会想跟一个骷髅抱抱吗 不可能啊 我们会跟一个骷髅亲嘴吗 不可能啊 所以不静观是这样子 让你直接对这个世间产生 哎呀 都不静了 我在干嘛 我在做一些愚蠢的事 是这样子 好 断除贪欲的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修不静观来达到禅定的阶段 当禅修者到达禅定的阶段的时候 更可以彻底的断除贪欲了 修不静观的人可以入出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哦 那你能够入这些禅定的话 当然可以保证你啊 断贪欲啊 这比你没有入定还更确定 没有入定了 修不静观已经足以断少分贪欲了 那何况是你来入定 那更可以断贪欲 第三种方法是守护六根 就是守护你的言而彼此的生意 不让自己的言而彼此的生意啊 向外持久 向外放纵 你看我们今天走在马路上 都是怎么样的态度啊 东张西望 东看看西看看 东买买西买买 本来是要去这个买一件 可能是要去买一个文具 买一支笔而已 你可能是要买一个铅笔而已 走过走在马路上 哇看到琳琳满目的橱窗啊 自己非常喜爱 笔没买到 他却买了一堆衣服 买了一堆包包 买了一堆好吃的东西 零食回家吃 笔没有买 本来是要买回家写文章写作文的 连一篇文章都没写 吃了一堆东西了 我们经常是陷入这一种吊诡之中 不是吗 所以很重要是守护六根 当你守护六根的时候 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才可以完成 本来你在家里决定决意 想做的那件事情才能完成 一个成功的伟人 他为什么可以完成他的理想 许多人没办法完成的 伟人身上看得到他完成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灵灵满目在千奇百怪的这个世界中 他可以逐步实践自己的理想 而逐步实践的过程中 他可以有效的禁止自己的欲望 散漫到不该去的境界中 那么他才有办法有效率的完成他的理想 如果他没办法禁止自己的欲望到一些不该去的地方 基本上时间金钱都花费掉 不打紧 理想无法完成 你可能本来要在八十岁完成理想 提早在七十岁你可能就夭折了 你可能连到八十岁都活不到 所以是这个样子 守护六根非常重要 像那个长六龟大家知道吧 长六龟 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到 这个华泛大学 后山啊 有一个长六龟的那个池子 那是小英法师啊 当年在这个后山里面提的 长六龟 那长六龟是引至哪里呢 引至杂含金里面的这个一个辟域啊 就是说有一只野狼 他跑来要吃沙洲上的一只乌龟 当野狼要吃下去的时候 哎呀乌龟啊 他在那时刻将自己的头尾跟四肢脚 全部缩到乌龟壳中 野狼摇下去 开的一声 牙齿差点断掉 为什么 因为他咬到乌龟壳 噢 牙齿差点断掉 哇 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吃到啊 还损了自己的牙齿 所以他就坐在那边乖乖地等 要等这个乌龟跑出来 好将它吃掉 等了好几个小时 不见乌龟的踪影出来 他等不下去了 怀着愤恨心啊 生气的跺着脚啊 离开沙洲 此时啊 乌龟啊 哎呀 非常轻松的就这样在伸 把他的头尾跟四肢脚伸出来 好 这个批语就在说什么呢 就在说啊 我们修行者跟乌龟一样 乌龟有头尾以及四肢脚啊 我们人也有色受想行事 对不起 我们人也有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也有这六根啊 所以当我们在充满欲望的事件中 世界中啊 行走的时候 要很小心 要守护六 守舍六根 对不起 要守护六根 要守舍六根 当你守舍六根 守护六根的时候 魔王波群不得其变啊 很难啊 趁虚而入 他就很难进入你的世界来干扰你 佛陀说啊 当一杯水 沉得满满的时候 你在滴进任何一滴水 就滴不进去了 为什么 因为滴进任何一滴水都会流出来 同样道理 当我们的正念充满全身的话 以孟子的话讲啊 那个是无赡养 无浩然正气 此正气充舍于天地之间啊 所以我们如果让我们正念充满 事实上任何一滴魔王波群的水要再滴进来 都滴不进正念进来 就好像水 水已经满了 就滴不进来了 正念充满的时候 魔王波群想要进来 不得其方便啊 所以我们在断贪欲的第三个方法 守六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希望大家能善巧 允用 好好让自己避免落入欲望之中 下面还有三个断贪欲的方法 我们就留待下一集再为大家讲 阿弥陀佛